外表經營花紋獨特的天珠 價值可不菲 動輒上百萬 人吸引不少民眾收藏 50歲張姓死者綽號張天珠 台中西屯開中藥房 十多年前開始販售天珠 週六固定在台中浴室擺攤 朋友對他讚譽有加 所賣的天珠都是真貨 他總是隨身攜帶 價值破千萬的天珠 都以機車來送貨 朋友怕他成為別人下手的目標 沒想到一語成稱 犯嫌以購買一品為由 相約在本分局轄區 當被害人抵達現場後 犯嫌立即下手刑搶 停車場血跡斑斑 死者和嫌犯相約北屯的茶館面膠 慘遭埋伏 嫌犯早就預謀了 再經過警方追查發現疑點 四名嫌犯都只有20多歲 對天珠一品本該毫無瞭解 卻能熟知天珠的等級 讓死者卸下心防 恐怕另有人在背後指點 至於犯嫌以被害人之間 是否有買賣交易部分的糾紛 警方會盡速釐清 四名嫌犯是抓到了 但背後可能有人指使 他們只希望警方能夠早日 釐清案情 記者陳婉 張志凱 台中報導